可以再看一下那個就是第四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裡面的話呢 你們看一下這邊有一個是 我們再找別的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想要抓的是那個 那個那個 奇交所的 外匯這個 就是外幣的匯率歷史資料 那當然呢如果你要投資這個 外幣的匯率 當然第一個啦你一定要先知道一下歷史資料 比如說大概美元歷史上最低是多少 最高是多少 然後他盡量買的話你可以買越低越好了 不過多少才叫低啊有個相對的一個參考資料 那我這邊是找那個一樣開放資料 那等一下的話我希望練習一樣 第一個爬蟲 所以我希望能夠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所以我們這邊有個連結 這個連結的話呢實際上就連到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的那個什麼 每日 這個 外幣的參考匯率 他這邊有提供一個資料啦 這資料的 連結 就是可以從檢視資料裡面點擊 那你會發現呢 點進來 它有個連結啦 其實我們是利用這個連結 那你也可以下載這個 CSV了解一下 那我這邊有一個 程式 其實就是已經可以把它下載 這個下載的程式 基本上是從什麼 從那個上個禮拜那個範例裡面call過來 那改哪些地方 其實最重要是改這個啦 就是把那個 TEST的封號後面這個連結 改成 就是那個 開放資料提供的那個連結 把這一段程式 其實或者你們可以拿來當範本 Ctrl C 那或許 待會也許你可以開一個新的那個什麼 開一個 就是 空白的一個Excel檔 然後呢 裡面的話基本上你一樣開啟什麼 開啟那個VBA OK 那一樣就是說如果你要把那個程式拿過來用的話 那你就是直接在裡面插入一個什麼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OK把那個程式貼過來 OK 貼過來之後的話呢 把字放大一下好了 其實這一段其實就是 我們網路上面一模一樣的東西 OK 那這一段的話基本上 有改的地方基本上就是 這一個啦 這個是 他那個 就是網路上提供給我們的一個連結 其實就改這個啦 另外還有改哪一個 改那個什麼編碼方式 如果是Big5的話 那就950 那如果他是什麼 UTF8的話 你可能就是要改 所以這個要檢視一下 它是Big5 所以不用改 把這個 複製貼過去 那貼過來之後 底下應該就不用插入欄了 所以我們就直接 直接就把它下載 我們試一下 把這個程式要先刪掉一下 弄一下這個程式 那你會發現他就把資料 幫我 整個就下載到我指定的這個範圍 那你會發現 他加入進來之後的話呢 你會 可以看到 從那個 B欄 到 K欄 有沒有 他實際上就是 好像以 這個美元對新台幣 然後人民幣對新台幣 一直到那個紐幣對美元 反正有這些資料 那Ctrl 向下看一下 這個圖表 在底下的話 這個圖表 待會他要畫圖表 另外的話呢 我們 他好像只有 提供的是 到 2021年的 12 12月17 到17號 他每年的平均 每天的平均 而且他只有提供 11月到12月 OK 如果假設了 我們待會把資料下載下來了 比如這個資料下載完之後 當然我會希望說呢 繪製圖表 那用哪一種圖表繪製比較OK呢 你會發現 其實繪製圖表的話 就是你用那個 折線圖 比如說像這個地方如果你用那像上禮拜講的那個 直條圖或者圓形圖 其實要表現 就是每天的匯率變動 其實 相對不明顯 你用直條圖 他可以高高低 但問題是 還是沒有 折線圖來的 來的適合 如果假設你這個資料 是跟時間有關係 時間變動 然後 的一個 這個結果的話 那其實你用折線圖會相對是比較適合的 所以假如說我希望 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我希望做幾件事情 也許可以直接把這個圖 直接就幫我把它放在旁邊 那我當然 會有一個 需求 我希望就是說 這個圖 H就幫我放在什麼 M1 這個是M1 然後 Laptop 然後寬的話也許大概500 那高的話 最好因為等一下還要放人民幣 還要放其他的幣別 所以呢我高度我希望說 最好是可以剛剛好就是 怎麼講 一個儲存格高度乘以10 這樣的話剛好意思是說 10列的高度的意思 如果剛好10列 下一個再10列 下一個再10列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全部把它 放在我們的那個什麼 我們的 這個資料的 這個右邊 這樣感覺起來就很一目了然 當然有時候 你看數字雖然也是可以看的 看得出大概差異 可是如果你現在直接看這個數字 你會覺得 這樣看好累喔 哪倒不如看折線圖 你馬上一目了然 對不對 所以假如說我們希望說第一個把資料下載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繪製折線圖 那該怎麼做 OK 所以待會的話 那當然我會希望說最後會繪製出來 看能不能把它全部繪製 目前只有繪製兩個 OK 底下的話是不是可以全部把它 通通都幫我繪製 到那個我的右手邊 甚至的話呢 然後假設你不希望縱向放 比如說我同學說老師我可不可以兩個兩個兩個放 這樣看會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畫面那麼大 那我就是 美元 新台幣 然後人民幣 新台幣 然後再下面一個 總共 好像算來總共 這邊到這邊好像 10個欄位吧 那就剛好 放 10個 這個 其實就 除以2嘛 除以2嘛 就是剛好5個 5個 那這樣的話呢 該怎麼去做 所以請各位先 試試看 把 那個 資料先找一下 我這個資料是放在第4個單元裡面的那個 其交所的外匯 這個 外幣匯率 這個資料歷史裡面